第一張專輯應該是 幾乎都是我寫給別人 別人不要的 很多歌都是這樣 我寫給他 他覺得不適合 我覺得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覺得太高了 這個他唱不適合 所以這些都全部收回來我覺得 很可惜 自己唱 後來來了一個總經理 公司來了一個總經理 換了一個新的總經理 他聽到這些歌他覺得 這個時下好像 沒有這樣的音樂 而且挺有特色的 咬字也不是這麼清楚 我到現在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因為這是改變華人音樂歷史 的一刻 他往後拿了一個卡帶 放 開始放給我聽 開始是直升機 那個歌叫 很可愛的 漂亮的 然後我沒有聽了四分鐘 聽完 聽完以後我說 這你唱的 我說對啊 那和聲誰寫的 那個和聲實在太好了 我寫的 和聲誰唱的 我唱的 歌誰編的 編曲太好了 我編的 你自從 聽完 聽完